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在波蘭,根據報道有幾十萬人 就聚了在華沙 這就是自從1989年 即是波蘭共產黨倒台以來 最大的示威之一 那麼大多數的反對黨支持者 就加入了 這個 反對黨的 讓我看看 好了,終於明白了 大多數反對黨的支持者 就叫他們 反對 民族主義法律與正義黨的遊行 這個民族主義 Law and Justice Party 就有一個簡稱的 就叫PIS 這就是波蘭的一個 右翼的政黨 現在就是波蘭的 執政黨和第一大黨 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 出席的人有多少個呢 現在還有就是前總理 前波蘭總理 Donald Tusk 以及波蘭的前總統 Lach Walesa 和波蘭的前總統 Lach Walesa 仇恨遊行 華沙市長辦公室 他估計 就有50萬人參加了這次活動 那麼 他們 這個活動 就和部分自由選舉舉辦 34周年是同一個 日子來的 那麼 在全國各地 波蘭根據報導 就有很多人參加這個美麗的風景線 那麼 有很多議題的 其實有什麼議題 第一 通脹 生活成本 那個問題 就是現在 這個遊行就好像 以前香港七一遊行 看到就 還有就是 那些女權 以及LGBT 就是那些 同性戀 那些性小眾的權利 當然有些不滿 還有就是 波蘭政府正在推出一些新法律 那麼 他們是擔憂的 那麼 這個美國和歐盟都被罵他們了 現在 波蘭就搞了一個委員會 那麼 就調查俄羅斯 對波蘭政治的不當影響 那麼 歐盟和美國就批評了 這個立法的 那麼 這條法律呢 多麼嚴重呢 它就有權禁止那些人呢 是十年內擔任公職的 如果你 和那些俄羅斯人有關聯呢 你十年內不准擔任公職 那 那麼 現在 就是這個政府就否認 他們就是 反民主 不過呢 波蘭總統杜達呢 就是Andreas Duda 他就 提出了一個修正案 那麼就會 弄到那些權力就沒有了 那麼 批評的人就說 這個法律都可以用來對付其他人的 那麼包括了 就是 就是 Donald Tusk 就是 Donald Tusk 就是 中間派 的 公民綱領黨 Civic Platform 他叫做PO PO黨的主席 這個就是Donald Tusk 那麼 有些人呢 就是示威的人士 他就說 這個 就是 法律 就是 調查一下 那些人 就是 有沒有受俄羅斯的影響 這個法律呢 是會加強了那個叫做 法律與公正黨 那個 選舉裡面的地位的 那麼 那些人呢 現在在做什麼呢 就是在波蘭呢 他就在批著 波蘭和歐盟的旗 那麼 他們就當然有些標語啦 他就說 民主 我們會贏 那麼 那麼他們這些人去搞美麗的風景線呢 他就說是 捍衛民主 因為沒有辦法 忍受我們的議會了 那麼還有憲法法庭就被摧毀 在歐盟就被削弱 那麼 還有就是 歐洲理事會前主席 Donald Tusk 這個也是前總理來的 這個波蘭前總理 他 有出來有行 他也有 他就說 民主就在沉默那裡消亡 但是你今天呢 這班五十萬人呢 就為民主大聲疾呼 那麼 沉默就結束了 那麼 我們會大聲叫 民主 這個就是 Donald Tusk 他所說的 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呢 他們那個執政黨就說 組織遊行的人就很虛偽 那麼 在推特就發了一條視頻出來 內容就是說 Donald Tusk 他拿出來的時候呢 就叫警察去打記者 這個 有沒有這樣做 那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是 當然有啦 哈哈哈哈 叫警察去打記者 有沒有說有 是有的 波蘭是有的 現在在大選之前 他們有民意調查的 那麼這個PIS 就是這個法律與公正黨 就 領先 那麼 不過呢 看到今次 就是 有五十萬人出來遊行 他們 就會動員到 這個 這個法律與公正黨的人 反而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知道他們 就是反對黨的那些 真實存在 不過呢 就是為什麼波蘭 他搞 俄羅斯的影響 會被歐盟吵呢 其實這件事情 在五天之前已經有人說了 在五天之前呢 歐盟其實是威脅了一件事 他會對波蘭採取行動 因為呢 波蘭的國會議員呢 他們就批了一個新委員會 就可能會禁止跟俄羅斯有聯繫的人擔任公職 那麼 追溯期呢 就是07到2022年 期間 就 跟俄羅斯很朋友的人 會有問題 其實 我也要說 這些跟俄羅斯關係密切 其實根本是很正常的 在07年到2022年期間 在沒有俄羅斯打烏克蘭之前呢 其實歐洲有很多人跟俄羅斯的關係 都是很密切的 還有就是 你根本很自然的 當然從政的人一定會 跟俄羅斯簽這個 天然氣交易合約的 是一定會的 那麼 那麼 就是 當然就是 他們現在 反對黨就說 或者在野黨就說 根本呢 現在這個法律與公正黨 他搞出來 就是執政黨搞出來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要令到 就是 這個在野黨就沒辦法 贏到選舉 就算贏了選舉也不讓他做 其實就 那麼 那麼 我也要說 在零幾年的時候 到一幾年的時候 根本 這個世界好像一家親一樣 就算到了2014年也是 2014年才有俄羅斯佔了克里米亞的事情而已 在俄羅斯佔了克里米亞之前呢 其實歐洲的領導人 跟俄羅斯的關係也是密切的 因為也不想著會反面的嘛 俄羅斯就繼續供應這個能源給我們歐洲嘛 整個歐洲的領導人也不會跟俄羅斯有什麼問題的 也不會說 很反俄羅斯的 因為沒有必要嘛 現在是有 必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麼說到這裏呢 就算了 我講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說 這樣可以不讓別人去選 我就覺得不公道 連歐盟和美國也覺得是不公道的 但是 他們現在的執政黨 當然是很兇死 他們還有 一件事是很厲害的 我也要講 他們現在 丟進去 軍費的GDP 即波蘭丟進去軍費的GDP 是佔他們國內生產總值的8%左右 之前有數字公佈了 這個比 北約要求的水平是高四倍的 那好了 我講到這裏就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喝酒 他在那就 bridget 想於你的 K 你不想吃到 材料 你不敢吃 你不敢吃 你不敢說 他可以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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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